大家好 欢迎收睇12月6日的104财源科专题研习 我是Esther 陈尔提 我们先看看大肆表现 美国ISM服务业指数有意外增长 也加急了市场对联储局紧缩的预期 港股今天是反复偏远的 恒指由低开306点开始 一直回头 其实也反反复复的 因为也有升过51点 不过也很快重归弱势 最终收报19,441点 收跌77点 跌0.4% 而国指方面收报6652点 跌53点 跌0.8% 多指连续5日的升势亦到今天告终 看到收报4161点 跌76点 跌1.8% 而大肆成交金额方面有1650亿元 看板块今天是生物科技类股份 和科技股份领跌 内房物馆都多有回头 其实我们看到市场近期对一些国企价值认知 转趋正然 我们就想说其中一环就是电讯营运箱 我们立即进入这个专题研习的环子 哈啰 来到我们这个专题研习的部分 刚才在我们转这个画面的时候 非常滑 Kelvin 说了个冷击 他说现在是滴滴了 为什么要说出来 因为太好笑了 好 今天我们要讲一下电讯营运箱 如果电讯营运箱比较靠谱 可能我们不用滴 真的 是不是反映了些什么呢 不知道 反映了些什么 反映我们未用到5G可能是 其实市场 刚才我们刚才所说 对于国企的认知 好像越来越正面 因为国企改革有些成效 至起码在这个股价反映上 上个星期 就会看到很多国企有点的追捧 其中包括电讯营运箱 其实都可能会因为作为优质资产受惠 今天就想讲一下 关于电讯营运箱的表现 其实最新 我都看到有不少大行 会去研究一下这些电讯业的行业前景 会出一个好像行业报告 去分析未来的走向 其实之前一直看到 比较多的行业分析 就是整个行业 他出报告是 Ida豪岛或者科技 咦? 他怎么回事 你继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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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讲 你继续讲 对 我不管他了 好 但是最新就对电讯业都进行了一个行业整体的分析 其实就分了短长期去看这个行业 也都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总结 短期就觉得这个投资者会比较注重 电讯业可能会带来的高股息回报 就好像Kelvin这样 有时就看股份都注重他的股息 因为这个时间 就是之前都经常说 你现在价值周期 那些科技股 那些增长股 就不受惠的时候 那没办法 那因为为什么公用股 就是以前的人大家收息 可能会看公用股 但是现在你看回那些息口 无风险利率又说4-5厘 就是那个收息股 又只有4-5厘 那没理由选择 那之前为什么经常说电讯股 因为最大的特征就是电讯股 因为有一个很强的现金流 它的现金很足够 那能够给到一个息口 就相对比其他高 那你们看到三大电讯箱 普遍都会有10厘息提供得出来 所以在一个之前 现在的市场好像更好一些 大家就应该不提这些 就是去一些增长类 科技股等等 是不是呢 那不过你 都会看的 因为资金方面又不是抽走很多 虽然电讯股的升幅不够那些什么 我想知道现在已经转了攻击性了吗 因为大体的经济环境 我不觉得有这么大好转 但是事实就是 现在的港股每天的成交 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是几短期的 这一个星期 只是过两星期 简单说由11月底到现在 11月20多日 见过一个稍微低的位置 16800左右 其实现在就去到19400 这一星期的收视手 其实中间这个period来说 大家的进场的力度是很大的 就是说成交中间 今天无端端都 一千六亿都过了 这个是无端端吗 其实它已经缩凉了一点 所以现在是大家冲进去的了 全面进攻 这个全面进攻 不知道是不是彈花一战的 好看 我想大家都好看外围 主要是看未来的议息结果 如果是0.5的话 大家都预期了 如果突然说是0.75的话 最后一次 但机会率真的需要一点 总之就是 可能近期大家的投资欲力 突然高涨 是的 突然间就 哇好厉害 我们现在回复这个乐观 积极的态度 没错 好像是这样 但是这个问题是 你见到整个宏观的经济 其实没有什么很明确的数字 显示现在是有什么很明确的复数 对于未来的不稳定性 依然都是存在 我想其实最重要的是 大家看到政府对疫情的态度 好像改变了 我想这个是最大的利好数字 不是的 我现在是想要过渡下去 我想说电信业具备防守成 你一直在 我一直在 不是的 电信股也有 就算不是防守 也有自身的吸引力 我想说是有这个防御能力 你一直都不让我防御 你只要进攻 任何时候都可以防御 总之就是 这个电信业具备了一个比较高度的防御性 因为它的高股息吸引的关系 再加上其实他们的利润增长 一直都比较稳健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可以走的路线 短期内走的路线 就是一个稳健的利润增长 叠加搭配高股息率 所以就可以令到大家对它比较放心 觉得它会有一个交界的回报感 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会展现出它的吸引力 但是它有一个不稳定因素 也不要说是不稳定因素 一个不明朗的地方 就是如果市场风格大变的话 它的资金面的波动 就可能会令到 它的标的股价受到影响 就是受制 受压 有压制 就可能 例如什么叫风格大变 就是突然大家转趋 这个攻击性 多大攻击性 这个防御性的效果 或者吸引力就变低了 这个短期的分析 如果中长期一点看 就是看回整个行业的发展进程 就是由 我不记得2020年 就是好像疫情初的时候 当时就不断说是5G元年 大概两年前叫5G元年 但是5G现在还未发展完 所以这个电信营运商依然都可以作为这个数字 经济建设的主力均 就收取5G时代的发展 尤其是什么方面呢 例如云计算 例如IDC业务 IDC业务这边 你两个要去着力发展的 就是你的认可 以及关注度 这些要提升 就有机会可以为整个行业的估值 带来一个重股的机会和空间 总结而言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稳健的利润增长 plus分红 例如分红这件事 不是我们自己口讲的 因为公司自己标榜的 例如中移动 中电信 他们都说他们预计 7年公司的分红率 可以进一步提高 另外 如果这两个东西都稳健 就是业绩稳健 再加分红稳健 就可以为股东 去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投资回报 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因素呢 还有提速降费之前 都对整个行业 可能有点打击 但是相对的影响已经消化了很多 所以它的影响都已经去到埋尾了 已经在尾声阶段 还有5G 刚才就有说到 现在还在一个发展的进程之中 但是最高投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不是一个可以享受成果的时候 就是成本慢慢开始降低了 没错 就是技术又成熟了 而它这个成本降低不是那种 特意要开完折留卡成本那种 而是它真的刚好过投资期过去了 现在可能可以去享受成果 是一个自然的资本开支 占收入比率的降低 可能可以为业绩兑员提供一些资产 另外还有就是它们现在 因为频谱就只有这么多了 嗯 那你看这些电信箱融在哪里 有2G、3G、4G、5G 现在来说就是有所谓的四代同堂 但其实如果这个情况 2G、3G、4G、5G 现在仍然是2G 有一定有的 就是还有的 有的 就是我先不讲用家 但个别电信箱仍然有提供这个服务 好 但其实如果你维持着这个四代同堂 一来频谱不够用 以及营运商的成本压力方面都大 于是它们其实就逐步取代了 就将2G、3G 彻底淘汰 但因为始终可能有些灵性用家 你可能不能够一刀切 那你就慢慢排除 如果能够将一些比较优质的频谱 放出来给5G去用的话 因为其实它们的成本上 就是那个G 多少G都好 成本差不多 但是利润方面当然是5G 带给它们大一点 如果慢慢将这些频谱 由5G取体到2G、3G的位置 慢慢清空它们的话 可以期待它们电信箱的利润方面 可能有再进一步的提升 而且如果有你讲的那样轮转的话 即是说现在还潜在一些客户 它们是自我选择 要停在一个旧一些的G数 但是未来 始终永远都有人是接受不了新技术、新方纪 以后未来可能它们就会被迫被动的 都要转去一些新的 就会变成4G、5G 它们会有一些被动的升级用户 我想其实就算你现在新开一个 去电话公司电信箱 在新开一个设计 我想都没得给你选择 我想都是4G起跳 那你刚才又说有些人在选择 不,它是原用而已 即是它没有升级过 但我想你新开它就应该没得给你选择了 好啊 那大家继续留意电信行业的发展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